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7月3日 我們看回去年6月份開始的反送中遊行 導致的一系列的暴亂 擾讓了香港超過了一年時間 其實早在去年7月份的時候 中央已經有暗指美國是幕後的黑手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女士 在禮行記者會上表示 反送中是美國的一個作品 而且說玩火者必自焚 也說美國在香港一系列事態中 到底扮演什麼角色欠全世界一個交代 當然美國是不肯認的 而且美國甚至說 數百萬人為自由和香港社會平身而出 即是說是一個自發的行為 但是接著就很有趣地 發現了真的有幕後金主 就是12月份的時候 香港警方查獲反送中遊行的幕後金主 凍結了2.7億的資金 這個是同一個網上平台 叫聲火同盟是有關係的 相信作為香港人 大家對這些新聞都一定是不陌生的了 但是我們看回新聞報道 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其中有這一句 7千萬元裡面 有相當大一部分的資金 在本地存入 這樣寫法代表什麼呢 代表其實有一部分的資金 不是在本地存入 就是說一定是有外來的金錢 支持他們 到底是誰給這筆錢呢 我們就可以看回 11月份有一個報道 就是說香港聯局背後 地下錢莊是老闆是誰 其實這裡列出了很多 相信從去年開始 大家聽了很多這樣的消息 出去遊行是有錢收的 收錢就由500元開始不等 甚至好像說 如果你是附叫人的遊行可以收多些 你說甚至有襲警的遊行可以收多些 其實這件事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小弟相信是真的 因為我在哪裡聽回這個消息呢 我是一位我很敬佩的前輩 他真的親身有朋友的子女 在美國回來 是參與過兩次這些遊行 結果賺了幾萬元 不過後來他們不敢再做下去 就回了美國繼續讀書了 其實這個報道已經有說到 其實不只是在反送中期間 才有外國資金去支援香港的組織 在這裡呢 其實他講到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發生了很久了 到底是怎樣支援呢 其實是通過一些美國的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叫NGO Long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本來應該是跟政府沒有關係的 但美國的非政府組織有一部分是很有趣的 本來應該跟政府沒有關係 是獨立於政府行政之外的組織 竟然在美國有部分是由國會直接撥款的運作 國會撥款是不是還跟政府是完全獨立呢 這個大家判斷了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絕對不是 只不過是一個 謊言而已 在這些被國會正式撥款的其中一個 大家都應該有聽過 叫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這個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其實這個基金會在過往很多年 在香港是支持兩個機構的 三個機構的 第一個就是香港的職工民 其實職工民一直在接受 NED旗下的一個中心 每年5到10萬美金的資助 在這裏根據這份報道 就說截至2019年 已經接受了多達200萬美金 香港人權監察 1995年成立之後 其實到現在已經是合計接受了 NED超過1500萬港幣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 民陣在2002年成立 其實只是2018年一年 就已經收到NED的錢 超過20萬美金 其實這些真的這麼多年 都是受他們一直在資助的 到底2019年發生的暴亂 是不是真的也是受他們的組織去支持呢 有人當然出來說說不可能 這裏就是小弟找到一個報道 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 就是有人走出來 就冷是踢爆 就說不可能 甚至殺有戒士 就是計一計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CIA總共用多少錢呢 那計了出來 他就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所以他最後就是說 CIA雖然會用166億美金 他就說如果在香港 送500多萬人上街的話 短短兩個月就燒了32億美金 就是兩個月用了20%的預算 所以他說呢 雖然還沒有超過美國人 何包可支出的範圍 但是太貴了 所以他說這件事 如果信的人的話 就要檢查一下自己的智商 那他當時是這樣說 但是呢 我經常都說 也有一句很老的中國說話 就是天網恢恢 所以他疏而不漏 結果呢 誰把這件事實說出來呢 反而是美國自己官方的報道 將它說出來 原來美國呢 是一直有支持香港去年的 上街遊行暴亂的活動 那這個是時代雜誌的報道 那就是說呢 Donald Trump他的人呢 就是呢 凍結了某一些撥款 而這部分呢 本身是用來幫助香港 所謂的示威者 當然我們知道呢 對他來說 有更適當的兩個字去形容 叫做暴徒 那我們呢 就可以看看 他裡面所說的有些什麼 那就是說呢 原來事源就是6月初 Michael Peck 就是特朗普總統先生 其中一位盟友來的 這位戰友 就入主了一個叫USAGM 這個呢 就是管轄一些 美國製造出來的所謂 非官方組織 那但是這個USAGM呢 是美國政府的機構來的 那他呢 就是上台之後呢 他呢 就凍結了 凍結了一部分呢 是一直長久以來呢 在做的合同 那其中呢 有估計呢 有兩個 這些這樣的合同呢 就是中間牽涉到超過200萬美金的呢 就是用來幫助香港 爭取民主這樣說的 其實在說什麼呢 就是2019年6月份開始發生的 所謂爭取民主的示威 但是其實呢 我們香港人 個個都知道這些是暴亂來的 那也都呢 我們看到呢 今天 在這個南華早報呢 也有一份呢 寫評出來呢 就是說呢 美國呢 就是被揭露了 原來是支持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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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這個就是說在2019年 其實只是這樣的機構 所謂非政府組織 已經給了超過接近500萬港元 支持去年的活動 其實500萬港元 完全不是一個小數目 所以我們看到去年的所謂示威者 為什麼他們可以全裝備 整個裝備出來暴亂 沒有人給錢 我當時一定不相信 但是我相信現在 是經過美國的媒體 和西方的媒體 自己揭露了出來 原來真真正正是有美國的所謂志願組織 在後面開著水喉去支持這個活動 甚至這位先生的作者也說到 其實這些錢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因為賬面給多少給我們看 但是賬面背後會給多少呢 其實這個真的沒有可能可以知道 小弟也一直在這個頻道上說 小弟從來不敢太看小CIA 因為他們是一個很高效 而且很專業的間諜組織 所以他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們一向都不敢看小他 到底呢 賬面有 200萬是來自USAGM 現在凍結了 去年是有接近500萬的港幣 就是來自NED 來支持香港的暴亂 背後還有多少呢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呢 現在就可以看到 美國開始生水喉了 所以看到現在的暴徒 已經開始不成氣候 至有零星的暴亂了 其實我們再看看 華春瑩女士 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女士 她在去年的宣言中說 玩火者必自焚 結果玩火者有沒有自焚呢 現在我們看到了 美國的George Floyd的死亡 是導致一系列的示威和暴亂 甚至呢 兩天之前有報導 已經說這個是在美國歷史上 最貴最貴的社會不安 這個是誰說的呢 就是一些保險公司 統計到底現在美國總共損失了多少 有些就是由警員的OT 其實香港警察也是OT的費用也很厲害 其實美國的警察 結果他們自己一嘗到這個苦果 也有很大量的加班費 還有呢 有些就是被火燒了的東西 或者被人搶了的東西 或者其他類型的破壞 其實這些加起來 相信那個金額也相當不小 美國就用他們的志願組織 去擾亂外國的政治 但是呢 在美國境內又怎樣呢 美國境內這個是真真正正的 是市民去發動的了 那就是他們現在都開始捐錢 去支持一些志願組織 這裏的報導呢 就是一個叫做 Unicorn World Riot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呢 網上的平台 就是拍片 有記者去拍片 就是真真正正的 就報導回 到底那些和平示威者是怎樣呢 是被其他人的打壓 又或者被政府當局打壓 那現在呢 這個這樣呢 本來是直直無名的志願組織 現在就是因為這次 George Floyd的 出來的 引發的示威 而令到突然之間 很多人捐錢給他 相信在未來幾年 他的運作應該都不成問題了 那現在有人捐給這些 這些是記錄的志願組織 會不會有人捐錢給其他志願組織呢 再支持這些示威和暴亂的行為呢 一直這樣延續下去呢 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但是呢 正正呢 就是認了華春瑩女士所說的了 玩火者必自焚 是的 天道好環 這個就是小弟一直都在說的事情 好 那這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很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覺得這次分享的內容呢 是有幫助 或者大家喜歡這些內容的話呢 很希望大家 按一下分享鍵 將這段影片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讓他們可以看看 美國的志願組織 是如何參與在其他地方 尤其是去年香港的暴亂的活動 那如果呢 大家再有興趣參與小弟下一次的討論的話呢 很歡迎大家訂閱這個免費的頻道 以及最重要就是按了個鐘仔 那麼當小弟有下一個話題 錄下一段影片的時候 大家會馬上收到通知的了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比賽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 我們下一次 Ohh 請問一下